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月星的支持 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频道叫你好八卦 将会以全新的视角问一报道 更多更爆的娱乐新闻 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并关注订阅我们 泰国王式的人物关系复杂 就像电视剧一样跌宕起伏 国王马哈瓦吉拉龙宫结果四次婚 还有一个妾室 马哈国王情史混乱 对待儿女的心思更是浅薄 前三个妻子总共为他生下五儿两女 可为了彻底扳倒第二任王妃 他宁愿舍弃到四个儿子 父子彻底端绝了关系 并剥夺了王子们的头衔 还不准妻儿回国 做法决绝 对一般人而言 马哈国王算不上是一个好父亲 但他却是一位尽心的舅舅 马哈国王有一个姐姐 两个妹妹 施灵童公主终身未婚 并无子嗣 大公主乌问乐 离婚前生下两女一子 因为她执欲要嫁给美国同学 所以当时就放弃了公主的头衔 小公主朱拉蓬 是普密蓬国王的幼女 因为从小患病 所以最受国王王后疼爱 婚后生了两个女儿 马哈国王又是顽皮 曾经欺负过妹妹朱拉蓬公主 当时就被母亲施利及王太后教训了 从此以后她像二妹施灵童公主一样 照顾患有血有病的妹妹 并想在父亲过世之后继续保留她的皇室头衔 并为她支付高昂的医疗费和生活费 竹拉蓬公主除了自幼多病之外 命运是很坎坷 不仅是嘴唇有缺陷 还连续两次遇到渣男 她和弟人丈夫结婚时 并不知道对方的诡计 已经有妻事还欺骗公主感情 莫名的成了小三 这位空军军官和公主 一共生下了两个女儿 分别是出生于1982年的 西米帕珠她蓬公主 和出生于1984年的阿提亚通吉迪昆公主 竹拉蓬公主离婚之后 两个女儿跟她一起生活在曼谷的宫殿 拉玛时世泰王登基加勉 亲自为妹妹竹拉蓬赐予圣水 授予王妹公主殿下头衔 嫡系雪芊册封之后 马哈国王还对两个外甥女进行了册封 授予他们公主头衔 并让他们以皇室成员的身份 出席各种活动 依靠皇家俸禄生活 朱拉蓬公主一直走财女路线 可是她的相貌不够清秀 两个女儿比母亲稍微秀气一点 更偏向于父亲的长相 但两个姑娘都疏于对体型的管理 变成了胖嘟嘟的公主 石世王对他们人后 一方面呢 舅舅马哈国王年媳妹妹 遵循父母的教诲 对朱拉蓬公主以及子女照顾 另一方面呢 朱拉蓬公主才气卓著 她是一位博士公主 为民众做了很多时事 身受人民的爱戴 爱乌及乌 马哈国王对朱拉蓬公主怜悯 对妹妹的女儿也上心 这也会令民众对国王改观 第三点呢 马哈国王拥有几百亿美元的财富 他并不介意皇室多两口人吃饭 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两位公主能力强正直壮年 可以为马哈国王分担皇家公务 和门而不为呢 马哈国王替妹妹朱拉蓬公主照顾孩子 真的是一举多得 无论是对父母姐妹 还是对百姓来说呢 优待阿拉提通 即狄坤公主和西米帕朱塔蓬公主 都是更有利于曼谷王朝的稳定 马哈国王可以安心在国外生活 苏提达王后呢 也不需要经常的露面 少了一些话题 就多了一份安稳 国王的小算盘 打的真是够精的 若是谈论到泰国最美公主 那肯定就是要说 施力级公主和她的姐姐了 这位有幸与王太后同名的公主 是乌问乐公主家里的小女儿 原本呢 在法律上啊 可能不会拥有公主的名号 但是啊 大舅马哈国王一直诏书 她与姐姐现在都拥有了 说到他们母亲乌问乐啊 是马哈国王的亲姐姐 也就是泰国王式的长公主 或许呢 她是第一个出生的优势 所以继承了父亲母亲的 所有颜值上的优点 现在看来也是她的颜值最高 反观马哈国王以及两个妹妹 就不好说了 乌问乐有两个女儿都是混血儿 因为乌问乐远嫁到了美国 两个女儿呢 也就是随了父亲的姓氏 为詹森 这种泰美结合的名字 倒是很有意思啊 两位混血公主颜值都很高 不过呢 毕竟是嫁出去的乌问乐 由于不在泰国 也就不会受风 前不久呢 在王太后宴会上 一位美女惊艳了四座 那就是已经长大的 施利吉公主 她现在一直生活在泰国 王宫当中 因为父亲与母亲的离婚 乌问乐呢 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泰国 在得知这样的情况时 马哈国王将两个美外甥女 接回宫还给了名号 现在施利吉的姐姐已经出嫁 而施利吉呢 就继续的留在宫中 享受着宫主的待遇 这些啊 都要贵宫女 作为国王的马哈舅舅 施利吉的回归也是好事 让整个泰国王室的颜值 都得到了飞升一般的进步 然而 这也很让人深究看 马哈对待外甥女时的 那么包容 将他们接回了宫 但是呢 对待自己的那四个儿子 却非常冷漠 一句话 就让他们跟着母亲 一起被流放了 最终 也是留下了一个小公主 接回了宫里 苦了四位王子 从此与王位无缘 其实泰王 除了对妻子孩子比较狠心以外呢 对自己的姐妹 以及姐妹的子女们 都是比较宽容的 泰国 施灵通公主 是普密鹏国王 和施利吉王太后的第二个女儿 还是泰国王室当中的 中国通 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 前不久呢 还刚刚获得了 中泰友谊勋章 德行兼备 无论是在泰国 还是在中国 都很受人尊敬 施灵通公主 距离泰国君主之位 曾经只有一步之遥 她的哥哥 马哈瓦吉拉龙公 在做王处时 贪玩任性 难当大任 所以父亲呢 特意改革了继承法条 允许女性拥有继承权 施灵通公主 被封为女王处 如今 一切尘埃落定 在普密鹏国王去世的第二天 马哈瓦吉拉龙公 就继承了父亲的君主之位 施灵通公主 毫无怨言尽心地辅佐哥哥 在泰国王室的稳固和团结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她不度不怒 甘心地接受哥哥 继承王位的事实 64岁的施灵通公主 早已看淡了一切 她只想尽最大的力量 为泰国王室和泰国民众 谋取福祉 不负负贤的重托 对得起自己 皇家公主殿下的头衔 施灵通公主 从小才能就很突出 她不仅是学霸 还领悟到了父亲普密鹏国王的各种治国之道 在泰国农业等各个重要的领域担任了代表 看马哈国王将生活的重心移到德国 并且把王后苏迪达都带在身边 享受幸福的家庭时光 当她回国参加公务时 施灵通公主准备需要好汇报工作 为国王陛下献上近期劳动成果 汇报以及臣妹的祝福 泰国王室一直不是平均分配职责 普密鹏国王在位时 占据了王室70%的工作量 儿子马哈瓦吉拉龙公 神龙见首不见尾 不到重大的庆典 从不露面 他在几个妻子的更换当中 忙得不亦乐乎 其他的工作主要是由施灵通公主接手 现在国王新上任 施灵通公主承担了更重的职责 他已经64岁了 身体状态大不如年轻时 腿部还留有疾患 常年未遇 在下跪行李时最痛苦 泰国王室注重礼节 身为皇家公主 从小就要下跪 这对膝盖的损伤极大 施灵通公主喜欢穿极西中裙 光着腿跪在地上 常年累月的潮汐如今让他很难痊愈 可施灵通公主见到哥哥 马哈瓦吉拉龙宫国王 依然需要跪在地上行礼 还身体全部折下地 跪着向君主乘上文件 马哈国王将全上宝剑放在椅子边上 身子探到前来 关切了看着妹妹 施灵通公主和马哈国王兄妹情深 妹妹向哥哥下跪行礼 国王在一妹妹问施灵通公主 你的腿怎么样啊 这是来自兄长的关系了 他们是一家人 一母同胞 在君臣礼仪之外 哥哥的问候非常真诚 她的身体语言也是很友好 施灵通公主半躺下来之后 膝盖受力要好很多 还用手肘支撑着地面 和哥哥简单地交流了一会儿 公主的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马哈国王也是始终保持身体前倾 和妹妹凑得很近 聊天结束后 施灵通公主艰难地起身 跪着来到另一边 膝盖走路最损耗半月半了 但是即使国王哥哥关心自己啊 施灵通公主呢 也是没有鞠躬自豪忘记身份 她不能在众人面前丢失皇家礼仪 普密蓬国王走后 泰国皇室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团结 因为马哈国王停止了对妹妹施灵通的防范 也卸下了心童的包袱 兄弟姐妹之间更有爱 国王主动关心妹妹的腿脊 这才是兄长该有的样子 施灵通公主一生为泰国王室操劳 当年她做女王储呢 也只是父亲的意思 如今继承顺序落在侄子侄女之后 她反倒是安心很多 可以更踏实的参与工作 马哈国王也是变成了温暖的人 对亲人更有温度 皇家权势背后的冷酷终于得以掩盖